轻风吹拂窗帘 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少年略显轻渠鲜瘦的躯干 范妮起身离开 祭祠后知后觉的察觉到不妥之处 提着篮子追了出去 邀请姐弟三人一同去看望他生病的弟弟 范妮心软得很 只要稍微哄一哄又开心了 不顾妹妹的劝阻 她坚持要一同去看望他的弟弟 祭祠的幽默 总是能击中范妮的笑点 短短的一段路 她就已经完全放下刚当的不快 两人边走边聊 对彼此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落魄穷书生与傲慢的富家大小姐 天然携带戏剧英子 爱情的种子在悄悄萌芽 走进一座破旧阴暗的红砖房 一张虚弱的弟弟搂进怀里 上下不停地俯着他的被帮忙顺起 范妮静静看着 眼眸中多了些不一样的情绪 为男孩孱弱的身体 也为他们的这份兄弟情谊 更为祭祠的不义 往后的时间 范妮总是忍不住关心汤姆的身体 祭祠在他心中的分量 也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攀升 若是听到有人批判他的事 即便自己不是很懂 也会挺身而出为他说话 几人热烈探讨的时候 歌勇会开始了 祭祠完全沉浸在音乐的氛围中 不由自主随着吟唱起来 在神圣的音乐声中 范妮等来了一个关于祭祠的噩耗 他的弟弟终究没能挨过冬天 平静的声音抚摸过耳膜 静谜温润 大家都醉了 迷倒在祭祠的嗓音中 他却在与范妮对视的瞬间 忘了台词 一片空白 是心动的感觉 但敏感自卑的忧郁诗人 不敢奢求这份地位悬殊的爱情 迅速藏起自己的心事 装作若无其事 范妮不一样 他一旦确定自己心中所属 便会立即付诸行动 为了缩小与祭祠精神世界的差距 他决定要学诗 不顾布朗先生的冷眼嘲讽 范妮频繁在家与祭祠的住所间往返 闲暇的时光 他都用来品读不同诗人的诗 或许是真的没有天赋 除了能熟被看过的诗歌之外 范妮没有任何掌进 他也曾问过祭祠诗歌的技巧 得到的答案是感觉 一种由心自然而发的灵感 这天他捧着看完的书去找祭祠上课 不料只有布朗先生在 他对范妮一直抱有莫名的敌意 于是趁机刁难他 出入诗谈的小白兔 很快掉入老狐狸精心设置的陷阱 诗中根本没有韵律 他的侃侃而谈变成一个笑话 当事人丝毫没有察觉 又是一个寻常的英语天 范妮收到一封信 是讨厌的布朗先生送来的信 隐晦地取笑了他的无知 范妮依旧没读懂他的内涵 从外地回来的祭祀 误会布朗写给范妮的信是情书 生气地冲进雨里 听不进好友的一点解释 无奈 布朗只好坦白信中的真相 男人毫不掩饰地嘲讽 令范妮白了脸 原来 原来真相竟是如此 这群自诩清高的诗人 在布朗先生的围追堵截下 情侣相见 成了无比困难的事 即便范妮死缠烂打 也只被允诺远远地见一面 她稍微挪近一些 在听到渐进的脚步声后 范妮立马从床檐蹦到椅子上坐好 在同一个屋檐下 她与布朗先生开始了 猫追老鼠式的斗智斗勇 客厅内扇小小的玻璃窗 成了小情侣互通心意的桥梁 范妮每天站在祭祠能看见的树荫下 在她含笑的注视中 平平平平地走近 助力窗前 紧贴着玻璃 送上她的思念与爱恋 不过很快又被烦人的布朗先生发现 驱逐她的停留 范妮微笑着离开 并不恼怒 然后在夜晚来临前 俯身在桌前准备新的惊喜 一张间与距离 隔绝不了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 范妮与祭祠的爱情 因阻碍而伟大 或是病魔极度生命的美好 祭祠的健康每况愈下 她开始咳血了 经历过 见证过生命无偿的男人 本该坦然面对生死 却开始害怕 开始沮丧 开始自暴自弃 受到爱人熏陶的女孩 对诗歌有了非同一般的理解力 她理解她的诗 更理解她那颗藏在优美文字下的灵魂 轻轻吟诗诗篇的声音 充满魔力 重新焕发了男人求生的意志 即便控制不住倾壳 祭祠还是参与到范妮的吟诵中去 湿了眼眶 安抚了灵魂 小女仆怀孕了 却死活不愿说出孩子的父亲 祭祠知道后很生气 发誓要帮她揪出不负责任的男人 承担应付的后果 布朗先生正愣了一会儿 承认了自己欠下的这份风流债 夏天到来前 祭祠失去了他的庇护所 必须寻找新的住处 仰慕她的文人们都聚在一起 商量解决的办法 更糟糕的是 她的身体根本挨不过英国的冬天 搬到气候温和的地方 非常必要 但是钱从哪里来 又是横跟在现实面前的大问题 朋友们商量了一下 决心为祭祠开设 募集资金 解决经济上的沉重负担 范妮坐在旁边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但飘移的眼神泄露了她此时的不平静 看到祭祠住所的时候 我们有了答案 对爱一个人是放手有了具象的理解 分开的五个星期 对范妮来说是痛苦的折磨 她做不到放弃与遗忘 独自在花园玩耍采花的妹妹 突然扔下手里的花 紧张地朝家的方向奔去 带来了姐姐 墙脚下 阴影里的人闯入她的视线 范妮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后爆发出尖锐的悲鸣 在家人的协助下 她将爱人扛到了温暖的房间 又很快请来医生治疗 安顿好心爱的人 范妮立即冲出去 站在楼梯口 拦下准备离开的母亲 恳求留下祭祠 直到离开英国 前往意大利 为婚男女共处一室 范妮该如何面对流言蜚语 身为母亲 又怎么舍得女儿被世俗攻击 面对女儿的坚持 布朗恩太太终视心软地点头 获得恩准的小情侣 度过了人生中 最值得铭记的时光 一家五口人 常常在风景秀丽的草地上 翩翩起舞 对大自然的祈祷 祭祠的身体也一点点好转 然四季轮转 万物有时 非人力所能为也 秋天的船票还是来了 为了两人能拥有更长久的未来 祭祠将在赛文的陪伴下 出发那不乐思 范妮实在放心不下 悄悄与母亲上一结婚的事情 她想陪着爱人去意大利 眉头深深促起 布朗恩太太已不便回应女儿的恳求 祭祠端坐在房间的小桌前 在诗集的飞页上 写下她对大家的感激 布朗恩太太和尚书的封面 轻轻抓过祭祠的手 等你回来 这是最美的祝福 娶我们女儿 是冒险跳脱出世俗的观点 对她人品和才华的认可 晚餐结束后 所有人默契地退场 留给小情侣最后独处的时间 最后一词 是范妮不愿提及 却不得不面对的残忍 祭祠温柔地捡下爱人的一缕发丝 夹在每天都会看的飞夜里 书盒上的那个瞬间 范妮的心色缩成一团 破防痛哭 为什么你离开 为什么你离开 但为她付出一切 包括身体 包括清白 包括名声 却是范妮对爱情的产识 凭巴的情侣 深爱却无力 花园里 种满了各种野花 太阳高照时 我们就去睡觉 月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 我会抱紧你亲吻你的胸膛 想象 描绘出最美好的未来 额头相抵 两人的呼吸交缠着呼吸 发烧传地的心动 谱写着离别夜的悲歌 祭祠走了 一步步走出范妮 用爱之旧的温暖 从此销声匿迹 那年冬日 风霜掩盖了世界的颜色 只是茫茫一片萧瑟 布朗先生带着孩子回来了 还有祭祠的死讯 祭祠冰死前的画面 随着蚊子一点点展现在范妮眼前 他被病痛折磨 冷汗津津 低声跟有人喊着 二十五岁的祭祠死了 却永远活在了范妮的心上 从未忘记 也从未取下过 她送她的订婚戒指 我来到范妮 我来到范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